妈妈紧拉着小朋友后退 只差一点点 就快被及时而过的乡行车撞上 时间回到一分钟前 看着车来车往 妈妈手拉着两个心肝宝贝 迟迟不敢过马路 直到遇上热心骑士帮忙 按喇叭示意来车先礼让 又用车身挡住车辆 才让这一家人赶走在斑马线上 不过 长达四秒的喇叭声 骑士还用食指着驾驶 但驾驶疑似没注意到 还是没减速 过个马路宛如再冒险 这么危险的路口 就在宜兰县郊西青云路一段 和二城路口 派出所就在眼前 但却有车辆违规 停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 当时也没人劝导或交通管制 就算是平日 也因为前方就是连接国五的 头城交流道 车流量相当大 但却没有行人耗制 过个马路就像在拨命 赏辈们手脚慢 只能叹气 未来将会增设 斑马线 加装行人号制灯 以及划设黄网线 确保用路人安全 不让用路人过马路 都得胆战心惊 华市新闻张车会 陈建安 萧宇秀宜兰报导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